近日,关小彤与张一山的新剧《路透》一度引发外界关注,此前网友晒出的《路透》生图中,镜头下的关小彤因为形象造型的问题招致了不少吐槽,还有网友更是直接抨击关小彤的颜值与状态,声称97年出生的他已经是面露老态,完全缓解了普通人的容貌焦虑问题。 甚至有吐槽说,关小彤状态像六万大眼,还一度被推送到热搜榜第一,着实有点尴尬,前两天,也有网友晒出在街头偶遇关小彤与好友逛街的照片,《路人镜头》中的关小彤也是状态绝佳,同样是大长腿吸睛抢劲,身穿白色衬衫下搭紧身牛仔裤的他,看上去元气十足,宛若青春扑面的女大学生,在人群中轻易脱颖而出, 看来,明星与素人之间的确有弊,不过对于各种争议与质疑,想来关小彤本人早已经司空见惯,作为圈内经常被恶意黑的女性,小彤硬是在流言蜚语中步步成长,不但事业上有所成就,而且还收获了圆满的爱情,如此她与张一山的新剧《曾少年》,也是魏波鲜火,相信也会给小彤的演艺事业带来助力, 衷心希望外界能对明星少些抨击与恶意,多一些理解与尊重。